而除了这两位原伴的人马之外 也是本次北京首演的最受关注的人物就是汤灿 虽然是位民族唱法的歌手 首次参演就担任女主角重任的汤灿 显示出很成熟的唱功 由于从民族转到流行唱法 她的声音略显有些声色 但是在高音的部分显得很有优势 她的特点就是我觉得 在所有演过的小学里面 她是最端庄跟淑女的 一轮在线北京采访报道